我要来示范一下 在Excel的自动编号 譬如说我们这边有十个同学 一百个一万个都一样 好在第一个打1 Enter 第二个打2 Enter 这时候选两个 把滑鼠的标移到右下角来 当变成黑色的时候 绿色方块变成黑色的时候 按两下 那这样做当然很快 可是有个缺点哦 如果说把3号张又文按右键 删除的时候呢 哎号码就错了 那怎么办呢 好我们来提供另外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使用函数来解决 等于ROW ROW这个函数就显示 所在位置的第几列 譬如说目前我在这里打哦 那这边是3对不对 所以呢 当我按Enter就会出现3 如果我在这里打呢 等于ROW 当然按Enter为什么出现6呢 因为这个位置是6 哦 如果是这样的方式呢 那有个好处哦 来我选起来按右键把它删掉 那我在这里呢 当我打R 等于ROW 会显示是2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2减1就好了 显示的位置 来把它拉宽一点点 那我们打完以后呢 减1 因为上面有D列 D6就是我们栏位名称 所以把它扣掉 那就变成1了 好 这时候呢 在Excel呢 把滑鼠包移到右下角 快点两下 这样的动作叫做复制公式哦 所以这边呢 就变每个都是ROW减1 对不对 那接下来如果把张又文 第四列这边点到他 按右键删除的时候呢 他编号自动会调整 哦 如果再增加一列呢 然后说增加一列 增加两列 下面也会自动调整 那上面怎么办呢 你要自己来哦 拖一下来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样就可以解决 我们编号 如果新增删除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样的调整 是最自动 最智慧的